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哼 我的小猴需要一个舞台 他很聪明 不需要风 不需要吹 不需要手就逗他去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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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你们不相信 是吗 不相信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如果他不用风也会转的话 我就帮你 今天去 海边呢 我 我也不相信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帮你搭一天的机身 好 这是你们说的 听吗 为了让它没有风 我拿一个杯子 然后把它盖住 然后我的手也没有泼它 请看 真的耶 好会这样 好厉害喔 厉害吧 我要先走了 好厉害喔 好厉害喔 要帮我抬便当 要帮我做食材 大家都有听到 好厉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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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纸片之所以可以不经过 任何外力就不停地旋转 是因为握着塑胶杯的手掌温度 高于空气中的气温 于是就在塑胶杯中 产生了一股上升气流 进而推动小纸片旋转 是不是很有趣呢 哈啰 我是聪明又美丽的Jummy Jummy 我是对什么都很好奇 什么都想问的Q小妹 我是他们两个的优点 鲫鱼一身的最聪明最聪明 比他要聪明的瓜宝 瓜宝你看 感觉有不寻常的氛围喔 好像有人在烤地瓜 烤地瓜 狗子饿了 有人跟我说哈喽 哈喽 應該有什么内容吧 有 有人在天空飞 很简单嘛 不是 在天空的怎么会是人 是小鸟啊 可是这个 哪是鸟啊 这是人吧 是橘色的鸟啊 是橘色的人啊 你们讨论好久喔 我看 这个怎么可能是人嘛 人又不可能飞啊 而且也不会是小鸟啊 小鸟没有手跟脚 你讲话有点矛盾喔 到底是人还是鸟啦 会飞的人啊 超人啊 等一下 你们看 那里有人在空中飞耶 真的耶 去看 去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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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有人能够在天空中飞翔 难道这个人真的会使用魔法 让我们睁大眼睛看下去 好帅喔 好像 好像 很快的 请来这边 都很想要搬一张椅子给你坐了 真的辛苦了 我觉得 刚刚飞在天空中就是你吗 真的啊 应该是吧 可是我应该比这个帅吧 大概 有 帅多了 帅个五到六倍差不多 五到六倍就好 不过你为什么可以飞在空中啊 你是魔法师吗 不是喔 这个是用科学的原理 来让人飞起来 是喔 所以刚才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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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声音 那是风扇在运转的声音 所以不是魔法 靠科学的力量就可以让人飞起来 要看每个人的天分不一样 会有不同的结果 天分 找到这个天分 你 我很厉害 等一下 你有飞过经验吗 你 我不用 我不用怎么飞过的经验 这就是靠天生的聪明跟帅气 你讲那么多 等一下就不要一直在地上 所以我们也要换一下服装 才可以飞 等一下 如果你们想要飞的话 也是要穿着安全的装备 安全的装备 好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先去换装了 教练说 如果能够把风控制得熟练 不要说上下飞翔 就连回旋 翻转都不是问题 究竟瓜宝 救命Q小妹 能否乘着风飞上天呢 教练 我们换好妆了 是不是很帅 我要粉红色的安全帽 好 开玩笑 应该是我比较帅吧 好啦 你真的要比较帅 很帅 为什么要摆一个这个 这个跟科学有关系吗 当然有 因为你要能够飞起来 是不是可以飞得平稳 就是要靠你身体的动作来跟风协调 我懂了 所以我们要先练习 所以姿势正确的话 就会利用到科学的原理 然后才可以浮起来的意思吗 是的 你要练习一下姿势 那面积比较大 就会比较容易浮吗 不一定 主要是平衡 主要是平衡 平衡 没有 我是互相加油 还有天分 我们加油 要用身体控制风 可没那么简单 一定要好好的 听帅气的教练上课 把脚往外伸直 对 然后要挺腰 把头抬起来 身体是不是像一个香蕉的形状 弯弯的 然后把两只手打开 像一个半圆形 像一个摸字形 是这样子 俗话说得好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你看他们 每个人都认真的练习 其实是因为 等等要举行一场飞行比赛 只要能够飞得最久 就能够获得 教练提供的小礼物 加油 一号选手 二号选手 三号选手 现在就要来看看 科学的力量 能不能在我们三个身上 发挥到极致 然后浮起来 秒数要最多才能赢 最久 而且我其实都听不清楚 你们在讲什么 没关系 特别提醒一下 这场飞行比赛的计时时机 是从教练放开双手 才开始计时 这场龙争虎斗 正式开始了 好 OK 我以为他起死回生了 对 我原本以为 可是他已经碰到了 没有 你很快就碰到地了 哪有 真的 很快嗎 然後你碰到地之後才又浮起來 然後教練就 我剛剛又很快中了地 3秒我上過了 真的假的 可能自己在你身上 5秒02 也很棒 有可能我們1秒就下來了 至少我有轉到圈圈了 好可愛喔 你都在發生 你這是什麼 蠻有食物的 沒有 我跟你說 我跟發不能這樣 你會那麼久會不會 我不要請 Q小妹得到的分數是 6秒24 謝謝 沒關係 謝謝 我沒有第一名 我不要最後一名 你很厲害喔 不要跟我轉 你還轉圈 天啊 你好厲害喔 不要跟我轉幾秒 沒有 你很厲害耶 你很厲害 哪有啊 沒有 還轉一圈耶 那這樣有幾秒 很厲害啊 我5秒嘛 你6秒 6秒 你7秒 怎麼可能 因為你沒有感覺對不對 你可以相信自己嗎 你看我的表情有多失望 是嗎 讓我們歡迎 第一名就是 瓜寶旁邊的 Q小妹 對嘛 恭喜 最後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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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秒02 蛤 4秒02 4秒 4秒 0 超不吉利的數字 我剛剛 滿腦子都想說 放鬆放鬆放鬆 然後表情都跟著放鬆 看得出來 你的腰要挺一點 要再挺一點 挺一點腰 腳不用那麼僵硬 你就可以飛得很好 真的喔 現在要來頒獎了 到底我們的Q小妹 可以得到什麼獎呢 耶 給禮物 你可以得到一個大獎 就是 會有你專屬的畫 到時候會是 你特別 你自己的畫像 然後那個頭是他嗎 是的 你是在上面嗎 這禮物是不是 很好耶 對 這裡會有一個 豬小妹的 很棒的禮物耶 是啊 好感人喔 你有開心嗎 有開心嗎 OK 他有開心 很開心 不管如何 我覺得呢 可以玩到這樣子 右向魔法 可是其實它帶有 非常非常多科學知識 跟嘗試的一項 遊樂設施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可是 剛剛這樣飛了很久 到底詳細的科學知識 原理是什麼呢 一起來看一看喔 這個腿子風洞 為什麼可以讓人 漂浮在半空中 而不會掉下來呢 是因為底下 有個大風扇 往上吹 達到每小時200公里的速度 那這個風打在人的身上 就可以讓人 產生一個 對抗地區引力的作用 所以人就可以漂浮 不會掉下來 那為什麼有些人 可以飛得很好 有些人卻飛得不好呢 是因為角度的關係 有些人很熟練 這個身體的角度控制 它就可以讓風 產生一個很大的風阻 那有些人控制得不好 就馬上就掉下來了 HELLO MAGICHA 街頭魔術秀 又到了見證奇蹟的時刻了 今天要見證奇蹟的是誰呢 歡迎冠達 話說冠達這兩個字 是他的名字對不對 對 可是冠達這兩個字呢 滿不適合當魔術師的 但他今天很魔術師 你看他今天穿成這個樣子 有備而來 設計師 我覺得比較華麗一點 我覺得我們就是 可能 我是學生 沒關係 其實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 魔術師可以改變每個人 周遭的空氣的狀況 認真的 馬上就要來變魔術了耶 專有名詞叫做分子結構 什麼意思呢 你說你穿的跟我不太一樣 對啊 你說我借一點的衣服這邊 好 來這邊借一點 我借一點 分子結構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只是要握起來 輕輕吹口氣 1 2 3 這邊存一個衣服 魔術師好有錢喔 所以 所以我的衣服裡面有很多錢耶 那我的也有拿嗎 沒有 它只有我們的 你的是窮的 你怎麼沒拿我的 不然把它一出來 馬上就現步了 變了一個魔術耶 你真的很開心耶 這是對的嗎 沒關係 他待會兒十分鐘就會分解了 所以我摸 好像沒有關係 看一下 不賺白不賺 但是呢 因為空氣是抓不到的 所以我這邊有準備一個東西 可以把空氣包住 這是我們平常 日常生活中用到的 這是什麼東西 氣球 我恨你 來 我猜它的就是氣球 你看 要怎麼檢查氣球 有沒有任何的破洞 很簡單把它吹起來 你們可以吹吹看 要吹多飽 就吹蛋 好 就正常的吹吹看 氣球 氣球它其實是很脆弱的東西 對啊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它很輕 而且裡面的空氣呢 就是正常的空氣 對 因為是用嘴巴撲出來的 你幫我拿著 對 我需要一個蠟燭 蠟燭 我可以 我們要測試一定的空氣 是不是正常的空氣 好 我不會吹氣球 但是 我會變出火 可以 Yumi會怕 這個一定會怕 快點 我很難 我哪有你 我看一下正常的狀況是怎麼樣 有 好 所以今天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魔術師可以改變氣球裡面的分子的進步 待會我會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讓這個氣球 不要那麼容易地破掉 魔術師竟然可以改變氣球的分子結構 讓氣球變得不容易破掉 究竟這一切是不是真的 讓我們睜大眼睛 看下去 現在裡面有人 我們進去堵住他 他就出不來了 堵住 你不能走 就是你包圍 因為我們剛在路上 找了大概一百組人 沒有人要答應我們 你們人最好的OK嗎 可以嗎 OK嗎 先握個手好不好 喊炫一下 你好 我是魔術師 你好 你好 他說的話不一樣 你是哪裡來的 你好 日本 你好 太快就謝謝了 太快就謝謝了 你把我這輩子問了日文都說了 對… 那這一位就是我們灌打魔術師 他今天要來表現他的魔法 好 魔術師可以改變空氣中的分子結構 但因為空氣是無形的 我們看不到 所以呢今天呢 我這邊特別準備一個東西 氣球 對不對 對 對 正常的 OK 你們可以吹吹看 因為要檢查氣球先把它吹起來 確定它是正常的 來 吹這樣 這樣這樣 預備 開始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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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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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呢我需要一個火 因為 氣球的空氣它現在在裡面 所以我們看不到它裡面的狀況 對 我們需要來一個測試的東西 好 火又來了 可以幫我準備馬表嗎 有… 我準備好了 好 來 我們來比賽 看誰會讓氣球 離火有吸引擎的時候 怎麼會感覺什麼變化 如果這個火 照理說放上去 一般科學研究沒有意外的話 在一秒鐘 大 會爆炸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看你們今天有… 可以測試多久 來 神仙來好了 OK 先來準備好了 準備 開始 計時了 GO就要放上去了 好 放上去 停 3.89秒 3.89秒 我從GO開始就開始了 但它GO其實有晚一點點放上去 計時了 GO就要放上去了 GO…好 放上去 停 所以差不多是3秒 好 3秒 3秒 來 女生 來… GO GO 大概多少 從放上去開始算大概 0.98 最後一個魔術師呢 我們要改變氣球雲的分子 有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拿就太普通了 來麻煩你用手幫我用收拾 輕輕收拾就好 不要動… 你要放到鮮包盒的上方 你…你吹了大顆耶 改變裡面的不錯 你看 OK 就這樣 來…我拿了… 就這樣 就不一樣了 就這麼久了… 就這樣 來囉 好 我們先測試一下 能不能超過的 好 預備… 預備… 開始… GO 1…2…3 1… 5… 5… 秒數看一下… 3.23秒都還沒破 剛剛3秒 現在5秒 來 準備 1…2…3 GO 1…2…3 4…5 5… 5… 7.35秒還是沒破 要到破嗎… 怎麼會 不要嗎… 可是這樣就很厲害了耶 怎麼會你拿的是鐵蛋吧 不是… 它只是顏色像而已 不是… 我就說就是魔術師就是有魔法 你們都不相信我 再看一次 它是真的有接近火源的 很近 是… 我不要… 不要… 你看 它已經… 糟糕都有點煙了 真的 而且現在又到 已經累積到10秒了 10秒 那這個是… 這件事情呢 對我來說 我就是改變裡面的分析結構 那到底是什麼原理咧 魔術師手上的這個氣球 之所以燒不破的原因呢 是因為魔術師事前 吐了一口水在裡面 那這個加熱的時候 水會帶走熱量 所以可以把溫度維持在 比較低的溫度 氣球就比較燒不破了 Q小嫩 你在做什麼啊 你在賣鞋喔 不是啦 我在想等一下出門要穿哪一雙鞋好啊 這雙好啦 配你今天的衣服 不行啦 這雙是我新買的 現在外面下袋 如果淋濕我會心疼的啦 喔 好啦 那要不然這雙好了 唉唷不行啦 這是布鞋 一出去馬上就死啦 看來你最適合的就是 這種了 不行啦 我今天穿學院風 你配藍白衣 這樣子很不搭耶 很大 你看 藍格紋 藍格紋 一樣的東西啊 一樣 好了 好了 聽我的 如果怕鞋子弄濕的話 我有妙招喔 什麼妙招喔 就是讓鞋子 穿雨衣啊 Jimmy 穿雨衣 我知道 就是這個 我們要環保好不好 穿這樣子出去 你就絕對不會淋濕啦 不好吧 不好吧 好了 讓她刮寶 不要再欺負Q小妹了 我的法寶是 蠟燭 你該不會是要燒了我的血吧 我又不是刮寶 來來來 我來示範給你們看喔 首先呢 我們要把這個蠟塗上去 對 塗它的表面 對 整窗都塗喔 因為我們的蠟燭上面呢 有石蠟 它本身就有防水的功用喔 這樣就可以了嗎 當然還沒有 這時候我們還有另一個法寶 就是吹風筋 讓我們的蠟融化之後 就可以均勻地分布在表面喔 這樣每一個都會防水到喔 你看 現在在吹的地方呢 它就是原本白白的地方 就會變成黑黑的 然後塗上去的蠟 就看不出來了耶 就是融化了 真的耶 你看 真奇喔 OK 我來試試看 真的防水耶 你有看到嗎 真的耶 真奇喔 好厲害喔 這樣你的邪就魚啦 而且我告訴你喔 蠟燭不是只有這個功用而已 還有一個功用 有一件外套呢 你看 它這個拉鍊有點卡卡的 有時候拉鍊是會卡卡的 對 這時候呢 就拿出蠟燭 然後呢 在這四周圍 摩擦一下 然後拿出一塊乾布 擦一擦 好 你看喔 原本卡卡的拉鍊就 很盛上 哇 你有想到 一個蠟燭也有這麼多功效耶 好神奇喔 沒錯 大家都記得了嗎 哈囉 瑪吉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還有哪裡卡卡的啊 嗯 頭腦卡卡的吧 那個沒有用啦 那個沒有用啦 一 二 三 GO GO 又失敗了 瓜寶三號 我不求你了 我直接找我的博士出來好了 博士 欸 欸 瓜寶啊 這次又遇到什麼困難呢 你這次不從這邊出來囉 不說這個了 不是 我跟你說喔 我的瓜寶三號啊 他想要從這裡 飛到那個停車格 失敗好多次了 瓜寶啊 你知道為什麼會無法飛越嗎 因為瓜寶三號沒有翅膀嗎 當然不是啊 這是因為 因為車子的速度不夠快 速度不夠快 那怎麼要速度 速度才會變快呢 來 瓜寶 你試試看 把那邊的軌道墊高看看 喔 墊高 對 好 這樣可以嗎 對 你試試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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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欸 博士 真的耶 成功了耶 是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喔 這是因為啊 比較高的位置 釋放這個汽車的時候喔 它車子會獲得一個位能 然後呢 這位能漸漸地轉成動能 來增加車子的速度 喔 所以呢 當位置越高 它呢 下去的能量就會越大 這個就是位能 對 喔 原來是這樣啊 那Hardwheel先生 大家都學會了嗎 我們下次見囉 欸 再試一次喔 好 這次要超級高 喔 飛到隔壁棚咧 大家好 我是玩熊哥哥 如果你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趕快按下訂閱鍵 那你還想要看到更多精采的影片嗎 也可以看這裡喔